喜欢蓝天 然后呢绿草坪 然后呢就是会 要么就是饱和度 就是比较高的地方 要么就是都 特别顺品的地方 所以今天呢我穿的呢 就是红色 然后那个搭了一个藏蓝色的一个小裙子 所以我们可以挑一点 比较亮色的一些道具 然后作为一个拍摄的一个 就是一个 小道具的帮助哈 来就报书就好了 就是就是报书 然后到处乱看就感觉很有学问 我们有请圣衣老师 我们现场真的有老师哦 来 圣衣老师有请 帮我们记录一下 路斯今天现场给我们教学的 校园风的拍照小技巧 第一个 报书 报书 我们拍五张好不好 你要记得要 就是要把logo露出来嘛 要露logo 要不然就白拍 对 没错 很多博主在拍照时候 也很要记住这点 很多抖音博主要记住啊 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 人家走越走 感觉有人在叫你 一个回头哦 哎呀 哎呀 到处看一看 有人一个回眸是一个 哎呀这是哪里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有点像妈妈们拍照啦 其实就对 其实我觉得妈妈们拍照 其实挺好看的 我可以帮你一下 妈妈们拍照 可是不是要撕金吗 我们有哎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来一个 还原寂静一下这个 妈妈们拍照的样子好不好 哈哈 这个画面逐渐又 又开始有所变化 来个欢乐的氛围哈 来个欢乐的氛围 好 好看耶 哎怎么也 连拿丝巾拍也那么好看 可可爱爱的 很时尚 时尚度满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那最后还要不要 尝试一下拿这个元号拍一张账 Happy ending好不好 就是必须要拿嘛 哈哈哈哈 少元峰 一会儿你拿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 好 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元号 好 好呀 假装你现在是这个乐手这样 假装我是乐手 可是我都不专业 我都不想要拿在哪里 没关系 你刚刚表演完了 你不用专业的拿 就是表演完了一个状态 好 赵霓敢答应吗 哈哈哈哈 三二一 好看 弹幕可以夸一波 我们的代言人 露丝的精彩的演绎哈 弹幕说露丝的发型 也非常非常可爱 我今天是猫耳朵发型 猫耳朵吗 我以为是两个冰淇淋 在脑袋上面 也很可爱 我走了 哈哈哈哈 来回来猫耳朵 猫耳朵 你说猫耳朵就是猫耳朵 哎我帮你拿着 我刚刚我今天做完这个造型 之后我一出来 我其实还挺高兴的 我说你看完造型 然后团队小伙伴说一句 牛角包 你看每个人不同的解读 看取决于这个人喜欢 对对对 取决于他喜欢什么东西 喜欢牛角包 大家可以弹幕说 来评价一下 觉得是猫耳朵 还是牛角包 还是甜筒 大家可以猜一下哈 为什么我们今天给 露丝做这个乐器的道具呢 我简单给